各位媽媽 大家好 我是母乳顧問Michelle 今天我會開始一個編輯 叫做如何令母乳媽媽產後都可以保持健美 今天打頭炮請來整形外科醫生蔡永基醫生 幫我們講解一下一些關於腹植肌的問題 各位媽媽 記得留到片尾 因為片尾我會教大家 在你懷孕的時候可以怎樣避免腹植肌分離 蔡醫生 其實我生完兩胎之後 我就發覺無論我怎樣瘦都好 你看我真的很瘦 但打一側看 都有點肚腩 肚腩仔不知為何突出來了 我其實都很注重這件事 因為我有教免獨立 yoga 教免獨立 yoga 其實為何我這麼勤力做都會有肚腩仔呢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你這個情況其實都很常見的 其中一個可能的問題就是 我們說你有腹植肌分離的問題 那甚麼叫腹植肌分離呢 腹植肌分離其實是 首先說是甚麼腹植肌 腹植肌就是肌肉打斷的 打斷的 其實每條肌肉會分成四份 那叫八九腹肌 那其實中間正常的 會有兩個肌肉黏的 但是有些情況之下 會引致這兩個肌肉分開 我們叫腹植肌分離 那甚麼情況最常見呢 就是產後的腹植肌 尤其是之前生了很多胎 或者是有雙胞胎 或者是多胞胎的經驗 那因為腹植肌懷孕的時候呢 身體的荷爾蒙呢 會令到你的肌肉 筋膜去鬆弛和擴張 去用立你的寶寶生長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之間呢 想像那個肌肉好像拉鏈那樣 有機會被你的肌肉拉開了 形成了腹植肌分 那有先為之需要做手術 那有先為之是不用做手術呢 其實 腹植肌分離呢 我們怎樣 首先臨床怎樣襯斷 那我們除了剛才 你說的病徵 有些產後 我減了很多 為什麼肌肉還是飛開啊 有肚腩仔 那些有機會可能會這樣呈現 還有有沒有其他腰酸背痛呢 那些情況呢 都可能是腹植肌分離的病症 臨床來說呢 我們會通過檢查 看一下腹植肌有沒有分開度 那我們的檢查通常就是 就是把床以我們的手指的闊度為一個標準 分開輕微、中度和嚴重的腹植肌分離 一隻手指至兩隻手指間 那我們就叫輕微 如果兩隻手指至四隻手指呢 中度多於四隻手指呢 那我們就叫做嚴重的 那我們除了看肚臍位置 肚臍上下 我們都要檢查看看有沒有情況 嗯 OK 我知道如果是四隻手指或以上呢 其實就會有一些症狀出來了 甚至可能是有些器官就會 好像卡住了一條縫道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令到你要做手術呢 嗯 有些病人很多時候來問 發言人的情況 都是說 吐瓷的用力的時候會突出來的 嗯 這個是其中一個腹植氣分離的症狀 因為你用力的時候 胸腹的壓力會增加 這角度有個虛偽 所以逼了舖裏面的器官出來 嚴重的話呢 可以由上至下一個 一條的帶出來 那這個情況 我們就跟我們一般講的小腸氣有點相似 嗯 痛不痛的呢 其實如果有小腸氣 或者有些器官 踏出來會有些什麼效果呢 嗯 我們講小腸氣 其實小腸氣最擔心 譬如我們是一個很窄的去位 但是如果它枯到肚子裡面的內臟來搶啊 這樣影響它的肌肉供應 那就有個危險性 不過大家放心 譬如如果複植肌分離的情況 就很少說一個很小的去位 嗯 那就大部分的病人都可能會覺得 就是用力的時候 就是肚子側會脹啊 或者用不了力啊 嗯 這樣的情況 會影響它的姿勢啊 引致腰酸背痛啊 這樣也會有 OK 那開刀的媽媽 和自然生的媽媽 是不是有分別呢 就是如果是關於這個複植肌分離的 文獻上來說 其實就沒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嗯 挪威有個研究 他們說其實 就是有100%的婦禮 去到懷孕第三期的時候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複植肌分離的 哦 OK 那去到產後六個星期 都有60% 哦 60% 哦 OK 而六個月後呢 都有40%的 但是以上的data呢 都是圍繞著 就是外國人的體型啊 體格啊 嗯 那就只要亞洲人可能會少一點 但是我相信那個情況都是比估計多 哦 OK 即是比起大家的估計都多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自己有什麼情形 是啊 因為我發覺其實我媽媽或者我婆婆的年代 沒有很多人說這些事情的 但是呢 我自己做了一個瑜伽老師 以及關於醫療有關的行業之後呢 我就發覺 哦 其實產後都有多少問題 婦女是需要去留意自己的身體 還有呢 還要去改正的 那如果真的 哇 大過四個手指了 手術是怎樣的過程呢 嗯 嗯 手術來講呢 我們要視乎它的嚴重性 嗯 我們剛才說過有輕微 中度 以及嚴重 嗯 輕微的話 我想可能你最熟悉了 嗯 可以經過一些比較自 瑜伽 對 訓練一些臀部 嗯 或者腰部 都可以幫助到 嗯 嚴重的 中度或者嚴重呢 就需要效力做手術 尤其是如果你有病症 嗯 就是覺得鞠腿不舒服 有些病人都 就算他沒有病症 都選擇去做手術的 因為外觀上 哦 OK 即是不想突出一個小肚腩 對 很多很多 即是 你當一個bonus 做手術呢 除了我們幫你修復 那個複製的分離之後呢 很多時候 懷孕完之後呢 肚子裡面都有一個 鬆弛的皮膚 嗯 會有一些 嗯 會叫橙皮紋 嗯 通過手術呢 亦都可以改善一部份的情況 哦 OK 那如果你是屬於 中度 而那個分離的情況 局限於肚子以下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輕微的 腹直肌修補 嗯 還有一個 腹壁症影 嗯 那創傷性就會 會比較少 還有胸部會比較快 嗯 打痕也會比較短 嗯 那我們只是修補 肚子之下的肌肉 的分離 還有就把一些鬆弛的皮膚 拉緊 割走部分的抄離 嗯 嗯 如果這個情況是嚴重的話呢 就是說 由上至下都是分開的話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完整的 腹壁症影修補手術 嗯 嗯 就由上面收高到下面 嗯 還有就把你大部分的鬆弛 皮膚切除 那可能之後的疤症影 會比較長 那康復時間會遠 嗯 是啊 其實我也有教Postnatal的瑜伽呢 都叫一些學生呢 就盡量呢 就不要Postnatal的時候 拿些很重的東西 還有做Sit Up 其實因為Sit Up 是會令到那兩條複直肌 本來是打直的嘛 那你一Sit Up 就打橫了去 那個洞就越開越大了 還有你 是的 絕對同意 因為你做Sit Up的時候 你要弓著的力 嗯 所以你那個 肚內的壓力是很大的 就會把肚內的器官 向外推 是的 就會增加你那個 複直肌分離的問題 是啊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呢 怎樣才可以用一個自然的方法 例如一些瑜伽 去修復你的複直肌分離問題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我以下的影片 那今天呢 其實都想知道呢 其實如果做完手術之後呢 那個傷口要怎樣處理呢 還有是會怎樣可以避免它再有分離的現象呢 嗯 真的那個手術後 這個手術呢 對於是會很重要的 嗯 因為剛才說過 譬如你要做完整的腹壁癡癡手術呢 那巴痕都會很長 還有剛剛修復後呢 你會覺得肚內很緊 有些病人会觉得很容易饱 我们看到都是小吃多餐 因为我们收肥胃的用量都会减少 所以可能就不是吃得太多 要分开小吃多餐 另外做完手术之后 巴痕和皮肤都会有肿胀 手术初期我们会有些引流放在这里 放着血水等等 大概通常10天左右就可以做肾胀 但是肾胀不代表你已经开始做肾肌训练 我们建议做完手术之后6至8个星期 都不要说你太重的东西 还有做肾肌训练习 试图 试图 那些运动 那手术就需要麻醉的 要全身麻醉 哦全身麻醉 OK 因为手术时间都很久 可能都要承认那种效果 都很长 要曼公出世货 试图你分离的情况 明白明白 那各位妈妈呢 刚才就答应了大家 就给你一些提示 如果你在怀孕当中 怎样才可以避免这个腹植肌分离呢 有时候是在我们的生活小习惯那里 譬如说 你起床上睡醒了 起床 我们尽量不要用肚子的力去起床 尽量要滚到一边 打扎了 然后慢慢用手 撑起自己 千万不要用腹植肌的力 否则分离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路按下去 那你一路摘下肚子 它那个孔就会越来越大了 那蔡医生还有什么补充呢 如果是避免这个腹植肌分离的话 有些人都建议做完手术 或者生产完之后 都会用那个速腹带 或者腰封去减低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开刀做手术的话 我想都比较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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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刚才和蔡医生谈的 就是很多妈妈其实都不知道 如果你是C session 好像我两胎也是 那伤口呢 似是打横 但其实里面医生开的时候 是直的 是打直的 因为他不想切到你的肌肉 所以里面其实是直的 所以是不是那个 ligaments 都会分离了 对不对 就是你手术的时候 对啊 但是手术科医生都会将它修复的 是 所以说 譬如你真的手术之后 很粗烈 那个压力带到修复 就有破损的话 就会有肌分离的情况 是的 那么身为母乳顾问 其实呢 喂BB 就是一个最好的练习 就是最好的exercise 我经常都跟我这些学生说 就是说 所有东西比你的BB 你都不应该拿的 所以 所以 所以就请你老公帮忙 是的 那好 今天多谢蔡医生 教育了我们 什么关于腹植经分离 如果 各位妈妈 对于母乳微博的资讯 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 拜拜